講起來很好笑什麼叫做區隔 我就說你是夾帶日本國產牛進來 價格也好 樣品也好 產品哪裡來有區隔 你產業福島做了沒 衛福部才剛宣布 渴望解除日本 荷蘭 瑞典三國牛肉 禁令沒多久 美國的阿拉巴馬州 就傳出第五例狂牛症 國卿立委先後開祭者會 呼籲暫美牛進口 你們是美國的食藥署 還是中華民國的食藥署 那既然美國會通報狂牛症 其實就是代表它是有相對的風險 為什麼在這當下 為了國人的食安安全 不能先暫停美牛進口 我們看到食藥署第一時間的反應 他就推給國際的一個標準 還沒有達到一定的風險程度 所以台灣目前沒有任何動作 2003年 美國當時爆發狂牛症案例的時候 2003年12月23號發現 而我們農委會2003年12月24號 馬上暫停進口 過去可以做到這樣子 為什麼這一次卻沒有辦法 食藥署表示 台灣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的會員國 目前OIE還是評定美國為風險可忽略國家 台灣對美牛的進口作業造就 但立委認為 美國會通報就表示有風險 抨擊食藥署無作為是護航美牛 用食安換取對美國的政治籌碼 整個蔡政府對於進口美國狂牛症 超過兩歲半的牛是不能夠進口到台灣的 這是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說明 所有的風險物質都已經被去除了 腦、眼、內臟、腳肉通通是不准進口的 衛福部澄清 目前核准進口的並沒有阿拉巴馬州的美牛 進口來的都是沒有食安疑慮的美牛 下週一7月24號也會派員到美國實地勘查兩個星期 只是衛福部的說明 在外交弱勢的現實下 恐怕不少民眾人難以幸福